外交部居然可以无缝接轨 7月19号通过EV 7月20号就马上决定 要恰购高端疫苗送给友邦 再次证明这是政治 这不是科学 今天我们如果要送友邦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礼物 但是送给他们我们的国产疫苗 又贵又不符合科学标准 到底是强化了我们的邦营 还是让我们的友邦为难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更扯的是 原来我们的外交部神通广大 他可以拿到所有的人都看不到的 相关EUA的所有资讯跟讯息 来协助我们的友邦审查EUA 为什么台湾人不能看 外国人可以看 那请外交部可以帮台湾人也要一份呢 昨天由江启臣委员 他也是我们的国防外交的委员 接入了一个外交部的密件 那这个外交部的电报里头 清楚的说到说 因为呢 卫福部在7月19号 核准了高端疫苗生产制造的EUA 所以呢 我们政府呢就立刻要来研议 援政高端给中华民国友邦 那这个公文呢 是7月20号 所以呢 在24小时不到的时间 外交部立刻发出这样的一个电报 那第一个问题就在于说 这过程的 这个决策过程 很明显的 是已经全部通通都安排好的剧本 再次证明 政府护航高端 一切都只是过场 否则的话 你怎么知道 7月19号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人 除了食药署极少数的人之外 参加EUA审查的人之外 没有人知道 7月19号 我们的食药署会核准高端EUA 为什么外交部会知道 然后20号马上就发出这样的一个电报 第一个问题是 难道外交部事先就已经知道了 7月19号 高端就会拿到EUA吗 那外交部为什么会知道 是总统告诉你的吗 因为外交部是直属总统的职权 那总统为什么会知道呢 总统知道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照理讲 应该没有人会知道 要等到审查委员的结果出来了以后 才会知道 有没有办法拿到EUA 但是 你知道我知道 全台湾人都知道 这些都是打假球 玩假的 这都只是过场戏而已 早就已经内定 一定会给高端EUA 连开会的时间 审查的委员到今天 是全部通通都是黑箱 开会的意见也全部都是黑箱 但是外交部居然可以无缝接轨 7月19号通过EUA 7月20号就马上决定 要恰购高端疫苗送给友邦 再次证明 这是政治 这不是科学 这样的国产疫苗 我们如何能放心呢 第二 这外交部决定要买疫苗送给友邦 那么他呢 这封电报呢 就是呢 要洽询 驻在国政府 有没有接受这些疫苗 安排他们的国民接种的意愿 如果我们的友邦表示有意愿的话 这份外交部的电报继续讲 他就说因为呢他们要让这些友邦了解 是否核准使用高端疫苗在地施打的条件 所以如果我们的友邦需要核发EUA 需要援引我国EUA 那么我国EUA的作业程序 及所需的时程相关的资讯 我国政府愿意居中协处提供资讯 还有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更扯的是 原来我们的外交部神通广大 他可以拿到 所有的人都看不到的相关EUA的 所有资讯跟讯息 来协助我们的友邦 因为你送疫苗给他 我们的友邦也要审查EUA 也要通过EUA才可以给他们的国人施打 那为什么中华民国的国民 为什么台湾人不能看 外国人可以看 这是什么道理 所以如果外国人都可以看 为什么台湾人不能看呢 事实上只要是人都可以看 为什么见不得人 那你现在为了要协助其他国家政府取得EUA 外交部说他可以帮忙 要到相关EUA的资料 那我们也在这里公开 我们今天本来要去拜访外交部的 因为我们也想要请外交部帮忙 整个立法院没有人要得到资料 我们堂堂的国会殿堂 已经被食药署卫福部藐视践踏 所有国人的要求 要求的科学数据全部盖台 现在我们知道了 外交部神通广大 那请外交部可不可以帮台湾人也要一份呢 外国人可以要得到 你应该也可以帮台湾人要到一份吧 可不可以让我们也看一下 EUA审查的内容资料资讯究竟是什么 数据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专家是有条件的通过 条件是什么 最后 我们的外交部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就决定了 要送给友邦高端疫苗 那请问 为什么是密函 为什么是密件 为什么是秘密预算 这么好的事情 送疫苗给友邦 不会有人反对的 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 我们的友邦需求疫苗 台湾有能力 我们当然支持我们的政府 能够购得国际认证合格的疫苗 送给友邦 优先考虑国产疫苗也无可厚非 如果国产疫苗是国际合格的疫苗 但偏偏我们的国产疫苗 偏偏我们的国产疫苗黑箱作弊 偏偏我们的国产疫苗食药署 整个审查的过程是完全不符正常的科学程序 让我们非常的痛心 那今天我们如果要送友邦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礼物 之前我们要送巴拉圭 我们要请巴拉圭协助我们做第三期的人体实验等等 巴拉圭的民众就已经开始反弹 就已经开始在脸书炸锅 骂他们的政府 怎么可以把巴拉圭的民众当白老鼠 我们捐赠给我们的友邦 我们的友邦政府到底是高兴呢 还是压力呢 还是无奈呢 还是尴尬呢 其实我们之前就曾经帮助我们的友邦 取得过两百万剂的AZ疫苗 我当时就说过 外交部比卫福部厉害 那个时候卫福部通通买不到疫苗 外交部马上可以帮我们的友邦 搞到两百万剂AZ疫苗 应该请外交部也帮我们的国人买疫苗 可能比卫福部快 比卫福部有办法 所以今天也很多人在讲 我们要送给友邦 是不是也应该我们这个礼物是合格的 送给送他们AZ疫苗 便宜好用合格安心 但是送给他们我们的国产疫苗 要贵 要不符合科学标准 没有做完二期三期根本没做 这些到底是强化了我们的邦誼 还是让我们的友邦为难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政府不回归正轨 来协助我们的国产疫苗 而是一昧的亚苗助长 护航高端 所以大家才会质疑说 那外交部买了多少剂 卫福部买了五百万剂 那外交部一剂多少钱买了多少剂 难道也不要让国人知道吗 难道我们要自己去查高端的财报吗 荒唐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希望我们重视我们的友邦的邦誼 不要在一个这么重要的 国际友谊表示的行动当中 出现了不应该有的瑕疵 不应该有的疑虑 我们的政府应该重新回到正轨 一个正常科学审查疫苗的过程 来审查高端 而这中间我们花了多少冤枉钱 多少人民的公堂 没有人知道 我们在这里 再一次的要求卫福部 要求外交部 要全数的公开 接受国人的 审查 接受国会的监督